上個禮拜主要花比較多力氣應該是在圓形圖部分 圓形圖裡面比較重要幾個重點 各位可以看到 第一個要如何把圓形圖繪製出來 當然你一般用Excel裡面插入圓形圖就可以 圓形圖插入之後會少一些什麼東西 第一個它這個上面會有一個所謂的資料標籤 所以我們基本上要把資料標籤給叫出來 而且這邊顯示出來我如果希望 因為一般會用圓形圖表現出它的比例的部分 比如說整個公司的銷售狀況在全省的 每個地區銷售的比例哪個地方最大 當然我們可以看出來台北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你會發現那個電子商務 光那個北部的銷售量 我看那個之前有個數字 至少占全部的銷售量六成 也就是光新北跟台北市 就佔所有全省的叫做六成 那當然以人口比例來看 是差異也差不多 不過其實北部的好像相對的 銷售力會比較強 那銷售力為什麼比較強 其實大家可以理解 因為收入比較高 買東西自然會 比較 比較會 不手軟 對不對 如果你今天口袋有錢 至少會想要買東西 第二個話就是說 在對電子商務 比如說假設電子商務 其實現在 應該 這個如果你使用電腦 假設 就是 怎麼講 越習慣用一些新科技的 那表示說 就是 看起來好像北部的 這個使用者會比較 願意去接受一些新的 新的消費方式 不知道各位 有沒有常常在網路上買東西吧 應該也常常有這種機會 而且現在那個網絡購物 我發現 一個好處就是說 它那個什麼 金額其實會便宜很多 如果你會比價的話 我發現 哇真的差很多 尤其像那個五金的東西 如果像 我會逛五金 像我今天比較早 我就去隔壁那個什麼 億萬里先礦一下 然後我慢慢發現 就是你在 五金行買東西 跟你在那個像露天 現在蝦皮比較多 因為蝦皮很多都免運吧 比較起來的話 有些東西 大概平均很多東西都便宜 便宜一半 也就是說你在那邊上面看到的價錢 跟你在網路上看到的價錢 幾乎是半價的狀態 那像我 慢慢有個習慣 好吧 不然我就逛一逛 那如果不急著買 我就把它照相 照相之後的話 回去呢 再看我要買東西 看一下價錢 如果差很多的話 那我乾脆網路上 因為我不急 因為它可能 即便要到超商取貨 至少要三到五天吧 有沒有 有的時候可能會拉更長 當然我想說 這我不急著用嘛 那沒關係嘛 我就 有時候省一點 省一點的話 其實差蠻多的 尤其像最近買一些東西 結果蠻喜歡買一些有的沒的 發現 真的價差很大 所以呢 不如小股 所以當然 比如說我們今天是 一般我們要分析 一般的這個 消費者的消費行為 我們才能抓到 我們那個對的族群 比如說你的這個商品 到底你的潛在客戶在哪裡 那你要先把它挖出來 不然的話 你要賣給誰呢 你業績怎麼成長 這個當然是一個 比較大的問題 OK 所以你要如何從數據裡面 撈出資料之後的話 快速的變成圖表 多方面的去分析 其實倒也蠻重要的 那圖形的話 像那個圓形圖 比較強調的 就是比例部分 但是這個圓形圖 它比較沒辦法看出什麼 比如說數量 像數量的話 如果你要強調這數量 那你用直條圖 我覺得會比較強 因為你看 這上面它沒有數量 只有比例嘛 到底銷售金額是多少 也許你可以 一個直條圖 加上一個圓形圖 這樣的兩邊可以互相參照 那如果說你還要看出什麼 看出那個 每個月 或者每一年度的那個銷售的 成長或衰退狀態的話 你後面其實還可以再加一個 折線圖 那你可以從很多的圖 從不同類型的圖 那你就可以看出 到底我們這個產品是成長還是衰退 甚至如果你要再統計什麼 統計說我這個產品 跟什麼東西有關聯性 比如說跟 比如說氣溫好了 比如說我是賣一個飲料好了 我看 我這個跟氣溫 天氣越熱我賣越好 那你當然可以再把那個關係圖 或者像什麼散步圖 或者像泡泡圖有沒有 泡泡越大 比如說那個 天氣越熱泡泡越大 這樣的話呢 其實你來分析 你會發現 哇一目了然 以後如果說你今天有個簡報 你馬上把圖拿出來 一看 然後就覺得 就會至少 會覺得說你講的是有根有據的 而不是說 你現在好像感覺 有點 是在用自己的經驗在那邊 講一些 讓人家覺得好像似似而非的 這些內容 感覺就很空洞 所以我一般還是習慣說 最好是能夠拿出 真正的數據之後的那個 圖像化結果 那其實當然 我覺得會比較有說服力 而且很多東西 甚至你根本連講都不用講 因為圖表會自然幫你說話 很清楚了嘛 根本不用再講太多了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怎麼樣把這個圓形圖給做出來 上個禮拜我們就分 三個階段 第一個 錄製那個聚集 第一個是產生圓形圖 所以我後面其實有在把他這個 名稱寫得更詳細一點 其實如果要產生 圓形圖的話 其實程式 基本上只有兩行而已 有沒有 第一行的話 是什麼 利用那個什麼 Active 這個Active sheet 指的是什麼 目前 sheet的工作表 所以慢慢 假如你們要學 這個 VBA或聚集的話 慢慢可能要習慣 因為上面的名稱都英文的 所以你慢慢要習慣 把那個英文馬上可以 對照成中文的意思 可能馬上要反應 Active是目前使用當中的 序則的話是工作表 有沒有 其實如果你都看得懂 你會發現 這個聚集其實也是滿白話的 他只是說呢 他會用那個 英文 去敘述而已 那你只要會翻譯 馬上可以看懂 那後面的話呢 就是 所以他的意思說 在那個工作表裡面 喔 我要去 所以 後面這個 Add的是動詞 有沒有 所以他有點像 那個 目前的工作表底下的 點 sharp 這個 sharp的這個 這個 這個形狀 他要畫一個圖 然後呢 圖後面的話有個方法 這個方法的話 就是 Add Charge 就是他增加一個圖表 那圖表你會發現 這個Charge2 那其實這個Charge2 特別是 這個是2013以後的 版本 才支援的 所以如果像你現在錄製劇集 你把他在2013以後的版本 跑OK 但如果你2010以前的版本 很抱歉 就不行 所以怎麼辦 後面其實我有補充 上禮拜講過 其實你只要怎麼樣 把這個2拿掉 其實 其實就也可以 但是2拿掉之後 還要注意其他的地方 因為我可能 在不同版本試試看 我發現 其實 這個地方的話 要特別小 我是建議 最好不要用AddCharge2 因為你這樣變的限制 你只能在 2013以後的版本 才能用 但如果2013以前的版本 怎麼辦 那不能用 所以我建議 你乾脆 用AddCharge 不要加2 因為加了2 不加2的話 就是說 等於是舊的版本可以用 那新的版本也可以用 不然的話 這倒也蠻麻煩的 這個新舊版本的相容性 當然你想說 老師 如果我們公司的電腦都新 你是有多新的 那沒問題 你就用這個AddCharge就可以了 後面的話 就加上 圖表的形態 有沒有你會發現 這兩個都是圖表形態 那圖表形態的話 其實就是 主要是後面那個 XL的 Pi 它就圓形圖 Denslate 他意思就是 他會先 幫你產生一個 Denslate 一定要有 如果沒有 他不行 他意思說 他幫你畫完之後 Denslate 就是再幫你選取 所以基本上 他有點像前面 這個是什麼 他的敘述有點像 在這個工作表裡面 我要畫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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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形狀 的 就是畫一個形狀的東西 有點畫一個框框好了 然後在這個框框裡面 我要加一個圖表 OK 有沒有 他的敘述大概是這樣 然後呢 底下這一行是什麼 再跟 跟他講說 因為我已經 Add了一個Charge之後的話 特別說這個是一個動詞 動詞 動詞就增加了 所以我現在已經有個圖表了 裡面也許是空的 那我在跟他講說 所以那個圖表 那個圖表的話 你怎麼敘述呢 叫 Active 你會發現 Active就是目前 因為你已經新增了 所以會多一個 叫ActiveCharge 就那個圖表裡面 的什麼呢 叫做Set Set就修改 修改 它裡面的Source Source是來源 來源資料 意思說 它的資料在哪裡 資料在 Range的什麼呢 B2到C9 那個範圍 意思是說 我如果執行這個動作 他理論上應該 會幫我把 那個 B2到C9的資料 這個我把它Run一下 所以這邊 這個是上禮拜的東西 我只是把重點再回顧一下 那你會發現我把那一行 執行起來的話 看這一段 2019 在這裡 有沒有 所以如果把這兩行執行起來的話 我按F8 先 這一行 你會發現它就是幫我怎麼樣 產生一個空的 然後再跟它講來源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 而且 它因為有點Slate 所以目前是選取狀態 然後 SourceData的話 就把那個 來源改成這裡 B2到C9 就這個範圍 然後把資料倒進去給他 所以倒給他 有沒有資料就過來了 但是會有個問題 這個位置怎麼放 位置當然要放在這裡 有沒有 我們之前是有在指定它的後面有個坐標 坐標部分的話 當然你可以在 把它寫在哪裡呢 寫在這個後方 你可以逗點 逗點後面的話 就給它四個數字 哪四個數字呢 就是 我們 我們這邊有啦 有沒有 就是你要放在 哪一個坐標 前兩個是坐標 後兩個的話是寬跟高 所以你可以在這個後面的話 再加上什麼 它的坐標是 510 OK 也許你就把這個加上去 510 然後呢 寬是300 高是200 那這樣的話呢 它就會幫你把那個 圖的位置放在這裡 好 假設啦 那個 第一個坐標是 橫向的 從這邊 這個點 到這個點 大概位置大概500 OK 然後呢 第二個坐標是 從這一點往下 往下多少 往下大概10 好了 所以這個 這個之間的間距 給它設定10 那第三個數字 它的寬 寬的話300 高的話是 剛好我記得給200 OK 如果你像這樣的話 剛剛你產生的時候呢 它會 隨便幫你放中間 那如果你在加上 像我剛剛加了這四個數字的話 那它就什麼 它就直接 幫你把它 直接就add 我再按F 我再F8好了 執行 有沒有 第一個 它繪製的位置 有沒有 就直接按照我要的 這一點 510 然後寬度 300 高度200 有沒有 然後再把資料給倒過來 這樣就OK了 所以以後的話 反正 如果你要繪製圖表的流程 第一步 一定不外乎就是你要放哪裡 第二步的話呢 你要 對嗎 那 就是在 這個 給它資料來源 枝挑圖比較簡單 圓形圖的話呢 稍微複雜一點點 但不過 這邊有幾個地方可能 同學會 會比較覺得 不容易知道的 像是 幾個 幾個 這個這個問題 比如說像 這個坐標有沒有 我們是 已經 算好了 有沒有 比如說 從左邊到右邊的距離 大概多少 從上到下距離多少 寬跟高 這個大概 也已經算好 可是如果 將來 我希望固定放在哪一點上面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 假設我今天希望放在 某一個位置上面的話 有沒有辦法做調整 這地方是可以調整的 這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所以第一個 上個禮拜講的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要做什麼 把這裡面的 這個標籤 把它怎麼樣 把它做個變更 那這個標籤部分的話 目前上面是沒有任何的訊息 所以你會看到 到底哪一個是台北呢 你可以看到 因為底下還好有那個 這個底下這個東西叫 圖利 還好有這個圖利 我可以透過圖利去看 這個是台北 台北這麼大一塊 可是問題 你會發現這個台北你還要看下面的圖利 然後才可以看到這一塊 新北在這一塊 這倒也OK 只是說其實閱讀上還是不方便 所以一般習慣是希望什麼 可以在上面做 做什麼的標籤 那標籤怎麼做 上禮拜講過了 其實可以從這個圖裡面 你找到 設計裡面這邊有一個 新增圖表項目的 資料標籤 中點外側 所以我們 第一步的話是把它改成中點外側 第二步的話 再把這個標籤 怎麼樣 再把它改成 這個 中點外側 第二步再把這個按右鍵 再把它變更 它的格式 就是只要什麼 百分比 跟 類別名稱 不要值 OK 像這個動作 那當然呢 我們如果要 把這個東西做出來的話 我上禮拜有講過 就是 可以 把它用錄字聚集的方式 所以第一步我先把它 先做出圖了 第二步的話呢 我就把剛剛的動作錄下來 那你會發現 錄下來的話 基本上呢 就是 這一些程式 那你 我上禮拜講到就是說 有些假設 用那個錄字聚集的時候 有些 這個程式會發生錯誤 那像是上面這兩行 其實可以把它刪除掉 OK 因為只要是activate 或者是點slate 有些 程式會發生錯誤 那錯誤的原因 主要是因為這個名稱 因為我們每一次 add之後的那個圖表的 後面數量 像之前的是20 可是如果你把它刪除掉之後呢 再重新add 它變21了 再add變20 一種類推 所以呢 上面的那個圖 永遠都點不到 那怎麼辦 乾脆把它直接刪掉 或者把它註解掉就可以了 增加我把剛剛錄下來的東西 顯示給各位看 其實它做的動作 第一 把這個 這個圖給選起來 選起來 有沒有 第二個的話呢 再做那個 資料標籤的外側 那其實 這邊有一個語法叫 set element 實際上就是 中點外側 後面這個參數 然後呢 再把 什麼呢 這個應該是 裡面的資料選取 選這個 這個叫什麼 叫做 Full Serial 什麼 Correction 然後 Data Label 這一次都選這個啦 選那個Label 有沒有選到它 然後呢把它的什麼呢 它的類別名稱 叫出來 所以你叫出來等於True True的話等於打勾啦 然後呢把它Percentage 百分比打勾 然後呢把 這個Value Show Value 表示說這個的值 要把它關掉的話 那等於False 這樣的話就有了 OK 然後另外的話 最後一個步驟就是什麼 再把它炸開 什麼炸開就是 把這個 台北的部分拉出去 大概12點 怎麼樣把它拉出去12點 那要 三行程式 第一個 把它這個 先點第一個 這個圓 第二個再點這一塊 所以要先點圓 再點那個區塊 第三個再把它拉出去 有沒有 它就炸開了 那當然啊 你用滑鼠是可以這樣做啦 可是如果你現在 假設圖一個 是OK 可是如果你有10個 100個 每個圖你都要做一樣的事情的話 哇那當然 絕對不OK 所以呢怎麼辦呢 你可以用程式來完成 那這個程式怎麼完成 剛剛三個動作嘛 所以如果你不會寫的話 其實一樣喔 你可以 一 什麼 錄下來的 ActiveTrue就是它 這個圖表 然後呢 它的 這個圖部分把它Slate 所以啊 其實選這個圖的話 這個圖叫什麼 就這個名稱啦 叫Full Serious 的Collection 有沒有OK 那一的話 因為目前只有一個 點Slate 所以整個圖選起來 ActiveCollection 所以我剛剛應該是沒選到啦 所以 你會發現為什麼錯呢 因為喔 我現在沒有ActiveTrue 所以一定 郵標一定要放在這裡 如果郵標沒放在這裡的話 他就找不到了 這可能要特別注意喔 OK喔 然後呢 找到他 有找到了 有沒有 所以喔 如果你今天是用 Active 什麼什麼的話 你記得喔 Active 指的就是 郵標一定要在上面 如果你郵標沒在上面的話 那他一定會出錯 這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把這個 台北這個區塊選起來 有沒有 那他的名稱叫做 點Point 所以多一個點Point的屬性 點Slate 然後把他炸開12點 就往外移12點的話 那就是 選取的這一塊 叫Selection 然後呢 把他炸開的話 就是什麼 Explosion 就是炸開他 然後 往外 假設12點好了 OK 炸開 移出去了 OK喔 那當然我們可以把他全部串在一起啦 所以 123 全部串在一起的話 就會變成什麼 變成我們的 這個部分的程式 另外我有再加上Wiz OK因為 你會發現裡面有很多的ActiveTrack ActiveTrack 所以呢我上禮拜講過啦 我可以把他改成所謂的Wiz ActiveTrack 那這樣的話呢 我把他執行 所以把他再刪除掉 好 不過刪除也蠻麻煩的 沒辦法我們現在是手動刪 待會教各位 怎麼樣把他 做成那個 就是不要手動刪 第一步 所以Wiz嘛 開頭都是叫ActiveTrack 全部呢 都取這個 後面記得留個點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就把他來源增加 然後再來就是把那個 這個圖的部分 我要再做標籤 所以再加上那個標籤部分 然後呢 再把他的名稱部分加上去 然後再加上那個什麼呢 再把他炸開 OK然後 不過我這樣好像 順序顛倒了 不過好像不影響 這個本來應該是 重點外側我先加 不過把他放後面 好像不影響 OK 然後再來的話就把他炸開 OK 這樣的話 Expulsion 就OK了 好這裡的話 不過你會發現我這邊還有改一個 Selection有沒有 剛剛本來的寫法是寫成 寫成這樣子 就是 這個東西 點Select 然後再Expulsion 實際上 如果以後你遇到這種情況 其實 點Select之後呢 再去 選那個點Selection 有的寫完會 怎麼樣 乾脆就直接把他放在這個後面 Expulsion 等於2 就可以了 也就是你不用再多一個動作 點Select 再Selection 等於是 你 就是 先 產生一個Selection 有點多餘啦 所以如果以後你遇到什麼 點Select 點Selection 甚至你根本就不用 直接跟他講就好了 直接就跟他講說 我這個 Point 就這一塊 幫我直接炸開 所以如果你程式在更精簡的話 其實可以把他寫成這樣 Expulsion 等於2 相關的程式呢 我有把他放在雲端上面 所以請各位也許可以參考一下這個雲端白板的第6頁 這個合為一段 這個有講 Wiz的話就剛剛講的 可以把Wiz 然後其他的部分大概就這樣 其他我還有增加什麼 增加這個 那個這個什麼 Expulsion 然後再把這個 我們的 這個 名稱加上去 就是上面這邊有一個 這個名稱 這個銷售 我如果想要把他改這個的話 那其實我後來好像有把這個地方 再加了 總共有 其實可以拿什麼 直條圖那部分來修改就可以了 直接拿這個 然後把他加到哪裡 加到這個程式裡面 有沒有 點ChargeTitle 點Ted 就是 他上面的這個名稱 如果要把他變更的話 一樣 他的Title 所以這邊有一個屬性要 ChargeTitle的文字 改成這個 所以你修改 各分店的業績 大小的話把他改成18 然後呢 RGB把他改成紅色 RGB R就紅色啦 有紅色 OK 紅色變更 然後最後的話 底下這個圖例就不需要 因為其實這個圖例 如果上面已經有標籤名稱的話 那等於有點重複到了 所以底下的東西 這個叫做圖例 假如我不要的話 把它關掉 那關掉的話呢 在那個 程式裡面呢 叫做 has 這個 Leggen 這個 圖例部分的話 就把這個 Leggen 把圖部分 把它關 關掉的話 等於False 底下就關掉了 OK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了 所以相關的程式 如果你上個禮拜 沒存到檔的話 其實也可以參考一下雲端的第7頁部分 試一下 齁